大家好 今天是重阳节 在这里先住 家里面有老人和自己已经是老人的朋友 身体健康 既然是重阳节这个感恩敬老日子 咱们肯定要讲讲 老太极拳师了 比如这位号称陈家沟四大天王的 陈小旺老先生 每次看到陈小旺打太极拳 我的脑海里面都会冒出来一首歌 当然了 陈小旺先生除了跳来跳去 也经常拍着胸口说 我打拳连自己都打 你们怕不怕 他们要不要听到 他们都会有没有 那么好 他们把我们的位置 他们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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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要设计 你 要设计 他们要设计 当然了 陈小王周围 陈世太极拳四大金刚 肯定是有实战能力的 什么实战能力呢 咱们来看一看 电拳入到了高级境界 气血周身贯通 身体的各个部位 包括臂胸背胯肘 都能发出具有相当威力的劲 这种与太极拳相辅相成的双人推手 也是陈王平所创 他是武术技技的对打项目 陈小王现任河南省武术馆成立 他教授徒弟是言传家身教 一丝不苟 陈世太极拳从产生以来 他的朝朝世事 朴实无华 都很像我们中华大地上 土生土长的庄家汉 真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统统没有 这恐怕就是许多血性方刚的小伙子 为什么喜欢研究学习陈世太极拳的原因吧 不知道大家看到他的实战能力 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想说是演员实在找得太烂了 你看这一红一蓝 张牙舞爪的 解说员还说他没有什么花架子 当然了 一个农民创造的权 能有什么花架子 都是庄家把 是吗 作为陈世太极拳的四大金刚之一 陈小旺出了套路和实战 太极拳的基本功 说学逗唱也是没丢的 比如说我四败 他叫陈兆池 陈兆池 他有什么故事呢 过去走那个山路 阳长小道 上边呢 有强盗 拿着杠 看人背着行李在下边过 人家不知道他嘛 他在上边 一杠把人打死 然后我请你抢走 我四败背着行李就跟他过 那上边呢 啪一杠就打过来 他根本不知道的嘛 这叫自然反应 对 人身上的表层呢 有胃气 跟神经连在一起 供服身体的时候 被人自然反应 那杠一过来 慢动的是这样的 对 是这样的 快动的呢 咔 那个杠呢 打上去 把那个人打死 摔下来 看看这说学逗唱的功力 把对面念养生太极的邱慧芳 说的哈哈大笑 郭勒冈算啥 郭勒冈现在都只能在网上找点段子来逗笑大家 而陈小望 陈大师 全家都有段子 陈大师不加入德云社 真是德云社的损失 当然了 陈大师的权 还是有作用的 比如说你小时候经常被隔壁的叔叔伯伯欺负的话 当他们老的时候 你就可以推荐他们去学陈大师的太极来养生 像这么一朵朵 可是如果是周围的叔叔伯伯这里都特别好 而且也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去养生的话 可以建议他们去学一下国家体育总局自己汇编的舞情系 毕竟是体育大学的老师跟师范大学的老师会编出来的 总比几个农民创造的跺脚全好吧 好了 今天就瞎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们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一天都过得愉快 转腰下试 转腰下试